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看今年2022年 是六四的33周年 也是33周年以来 在香港没有任何组织 去举办集会 那大家知道从1990年开始 就是89之后的那一年开始 那个香港维多利亚公园 现在有人就笑称这个 不叫维多利亚公园 就维尼大地公园 也是维园 那维园的六四烛光的晚会 就一直都存在 我有很多年 几乎是每一年在香港都会去 那在2022年的时候 首次禁止 那到时候 当时候我在现场 是到风声鹤唳 那2021年我在台湾 那也是最后一届 有人就是很敢冲 到委员区 那个时候都必须禁止集会 那现在基本上 从去年9月25号 支援会就是举办了 30年的晚会的支援会被解散 整个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很多人都被抓 包括那个副主席周信彤 他昨天出席那个法庭的 那个庭审的时候 也说 五旺六四抗争到底 就八个大字非常响亮 我相信香港人也会用自己的方式 来在家里面点起一个蜡烛 那也是收看直播 所以刚刚说台北的意义是什么 台北的意义是搭了一个台 跟香港同意的时区 可以在同样6点40分的时候 开展这个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呢 也是公开有直播 那虽然我知道每一年 在台北 那个中正纪念坛 就是自由广场 那个地方 去悼念六四的人数 不会很多 但我相信因为有直播 它线上的流量会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台北 能够发挥起这个作用 也感谢华人民主书院 跟各个民间团体 一起共同的努力 同时大家知道说 这个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那个遍地开花 那旧金山 华盛顿特区 首尔台北 乌兰巴托 乌兰巴托是蒙古 还有那个悉尼 还有那个 悉尼 还有那个 Oslo Paris 那个阿姆斯特丹 跟伦敦 伦敦 都有很多的 的那个 抗 就世卫活动 我知道我们的同道 在伦敦组织的 甚至跟一些 反俄 撑乌克兰的那些集会 就一起来做 大家要知道 我们悼念六四 不是因为六四的屠杀而已 那因为我们每 在台湾 也有国出认同的一个矛盾 那我们对这个事情是 国伤还是耻辱 始终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 我比较倾向 就是这个地方 就不要说是国伤 就说是一个 那个耻辱 因为六四不是 中华民国的国伤嘛 也不是台湾的国伤嘛 所以我现在 因为我说这个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国政权本身 导致中国人民的一个国伤 那这种情况 我们要对这个地方来声援 应该是站在一个 屠杀反中共的立场来去做 我觉得这才能够团结 最大多数力量 来去做好这件事情 还有很重要的是 台湾有一种想法 是叫一变一国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要完全尊重 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呢 不能够变成是一个 岁月静好 就是蒙其耳朵 蒙其眼睛 过自己生活 中国事情我们完全不管 的这个态度来处理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六四 当然是中国的事情 就是中国大陆的事情 毫无疑问的 但你不管中国 中国会管理 你不管中共 中共会管理 他管理的方式不断渗透 加入民运 领导民运 分化民运 还有那个消灭民运 四部曲 一个一个都会在渗透 撤反台湾的事情 所以那个蒙着眼睛 不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必须要坚持 这个反中共的一个想法 不论大家对于蓝绿 统都认同如何 这个地方一定要讲清楚的 刚刚讲到 5月30号 习近平见了李家超了 而且见的地方 不在传统的迎台 在上一次在那个 中南海的迎台 他去哪里见了 钓鱼台国宾馆 那很多台湾新闻 没有抓到这个重要新闻 他为什么要在 钓鱼台国宾馆去见 你看看1966年的时候 毛泽东从滴水洞 回到北京 不住进中南海的 跑到钓鱼台国宾馆 刘少奇求见 多少次都不见的 所以他住在 钓鱼台国宾馆 一个显示出 他不要中南海的人 在他旁边 也不相信那些保镖 他要有自己的人保护他 第二 医疗问题 因为那个地方 一定会有专门的东西 不让人家知道 所以见的地方 不是因为李家超有什么特别 而是因为习近平本身的状况 那这一次他讲到 对李家超 充分肯定 充分信任 那这个地方党局说 是全面领导 全面负责 全面管制 就习近平要负全责 而且更重要的是说 香港的新选举制度 长期维持 这个说法党局说 基本法45条说的 征服选的目标 完全没有办法达成的 那记者 当那个李家超一回到香港 就问他说 什么叫长期维持 他就说习主席 说长期维持 就是长期维持 因为以前还一个50年不变 你这个长期是什么东西 那你想想看 这个共产党的东西 不要相信他表面的说话 当然他的意思说 表现这个态度说 我不会有普选给你的 你不要想 那当然我们早就已经死心了 不用自信妄想 但是重点是习主席 第三个字 出之李家超的口才是重点 以前没有说邓主席 胡主席 没有这样说吧 但讲到习近平的时候 讲习主席 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会不会暗示说 除了国家主席 还有党主席的职位来当 所以这个地方 从那些楼楼 那些奴才的那个说话 你可以看到一面 而且斗争已经开始了 张晓明 还记得是谁吧 对 以前中年班的主任 那后来当了港澳办的主任 现在官扁了 他去调任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 还比现在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建华跟梁振英低两级 他们是副国级 但是那个张晓明还是维持政部级 所以这个情况 他也是被一个副主席来领导的 就是李斌来领导 李斌是全国政协的秘书长 可见他已经脱离了港澳的团队 在这一次李家超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那个张晓明已经不在了 他应该早就不在了 夏宝龙已经取代了港澳办的位置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张晓明已经官扁到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等于说以前系统出来的人 就算被习近平重用过 也会可以被排挤 香港地下党的后面的所谓的前途 是非常堪忧的 这个我有言在先 这个是非常严重 所以希望大家 如果对于六四的亡灵跟天安门母亲 有一定的那个祝福跟祈祷的话 用自己的方式 那个去台北 那个当天 看看那个耻辱注 6月4号6点40分 那3比高3D的printing非常好 也可以在不同地方 全球不同地方点起烛光 我们希望到时候跟大家见面 我能够补充一下 现在那个5月35号来了 就是你不要去指望 中共给你平反六四 就是什么意思 平反的话好像是他给你恩惠 绝对不要求 不是的 是要他为六四付出代价 这样才是正确的看法 但中共应该不敢吧 还要付出六四代价 他接下来那么多的血债 全部一起要算 我是说这个外面的人 外面要这样想 对中共的态度想法 不是要求你平反六四 而是要你为六四事件付出代价 要就责 要他付出代价 不是要中共来自己叩头 说我平反 这个是原目求约 而且不得要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创新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油脂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